下一个问题是,我学过两年多来,一直让儿子寻习传统文化,传统文化老师的讲课内容他几乎都学习过一遍,但是却没有一点落实在生活中,没有感恩心,不爱劳动,不爱学习,道德品质极差。 我要求他有时甚至强行让他落实弟子规,可他只是心不甘情不愿,浮衍两世,随着年龄的增长,反抗力度越来越大,我们奴子关系也越来越糟糕,严重影响到我读经念佛了。 我跟你这样说,孩子他们这样一个母亲也真够倒霉的了,我告诉你,要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,给孩子们一块儿属于他们自己的蓝天,有很多家长貌似爱孩子,实际上是饿穿孩子天性的快乐手。 我正因为生在这个时代的孩子,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,你这里说了几条,我也可以问问你,你比如说,你说孩子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,那你学不学传统文化? 你落没落实在生活当中?你问问你自己,先别看孩子。 下一个,你说你强行他落实地子规,我不知道地子规你学没学,你学了以后你落实了吗? 老马师说,这个地子规不是给小孩子学的,是给父母学的,父母学好了,做出来给孩子们看,你别整颠倒了。 你落没落实在生活当中,你反思一下,你说这个孩子道德品质极差,一个让孩子学传统文化的爸爸妈妈,怎么能培养出来一个品德极差的孩子? 那这反差为什么这么大呢?所以这个,你后面说,他心不甘情不愿,扶炎老师,现在反抗力度越来越大,我说这个反抗力度还不够,还得接着加大,否则,他姐忘不了自己,这孩子这一生太痛苦了。 这样,继续下去,母子关系越来越糟糕,正常现象,我姐姐孙子那时候反抗,是怎么反抗的呢? 因为学校留给作业,做完了,他妈妈还就留,做不完就让他睡觉,如果睡觉了,就打,那天说一句,瞧着鸽子都打黑了,完了这个孩子,两条,跟他奶奶说, 一条问奶奶,我啥时候能退休?这是十岁孩子说这话,第二个,告诉奶奶,说奶奶你别伤心,现在他大我小,他没打动我,等我长大了,他老了,他打动我了,该我轮到我打他了,你想想这个作用力,反作用力,反作用力就是这样的,所以你这么教育孩子,孩子反抗你,关系越来越糟糕,很正常。 你最后一句,严重影响到我读经念佛,自私自闭,你不会让孩子着想,你就考虑你自己,你就这种心态,你一天念十万神佛号,没用,你能是做样子,把花架了。 所以说,我跟你说这一条,你可能听了心里不痛快,但是我希望你能走是一个琢磨琢磨,我说的这些话,有没有道理? 因为这种问题你提出来,我就给你做一个实求这个正常的回答,可能是我得罪你了,没关系,我不怕得罪你。 你规定吧。 您的规定。